首先先将茄子洗净 去地 再来将茄子切一下 去掉这个煎煎的 第一刀和第二刀不要切淡了 这样 再来切点肉末 先切肉切成片 加一点盐 胡椒粉 再加一点料酒 加一点葱花 用手搅拌均匀 加一点老抽上色 用手搅拌均匀 然后再加入一个蛋清 继续搅拌三斤 腌制二十分钟 将茄子的这一面切平 用个勺子 把肉筛在里面 切平了以后可以逆着放 我们再来调点面糊 加入一勺面粉 一勺淀粉 一勺淀粉 面粉和淀粉的比例是二比一 再加入一小勺白糖 加入一点清水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再打入一个鸡蛋 再次搅拌 切合沾上面糊 放入六层热的油锅中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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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小米椒 姜末蒜末 葱蛋 入锅烧油 加入葱姜蒜 炒香 再加入一勺酱 再加入一勺酥拌酱 炒至红油 加入一勺小勺老虫 一碗清水 再加入一勺香醋 一小勺盐 一点芝麻香油 最后加一点水淀粉 熬到汤汁浓稠 最后将汤汁浓稠 拧到其合上面 最后再撒上一层白芝麻